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大米的懒人做法,非常的好吃又解馋 首先往碗里面加入400克的大米 加入适量的清水,把大米淘气干净 然后把水分控干 往里面再加入适量的清水,把大米浸泡半个小时 准备一个土豆切成厚片,然后再改刀切成土豆丁 切好放清水当中,防止土豆氧化变黑 然后再准备几个香菇切成小丁 再切一点胡萝卜丁,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然后再准备一点五花肉,把五花肉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再准备一点豌豆和玉米粒备用 起锅烧油放入几粒冰糖,把冰糖炒至枣红色 然后放入五花肉快速的翻炒均匀 五花肉上面都裹上一层糖色 再继续翻炒,把五花肉上面多余的油脂炒出来 这样五花肉吃起来肥胃不腻 接着倒入刚准备好的配菜 再继续翻炒 翻炒片刻,再加入八角,桂皮和香叶 给它炒出香味 炒香后加入适量的食盐 再加一勺生抽,一勺老抽 再加一点蚝油 接着继续翻炒均匀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清水的量要冒过食材 然后大火烧开 拿出做饭的电饭堡内袋 把食材和汤汁都倒入到里面 看一下大米已经泡好了 泡好的大米控干水分后也到里面 把大米抹平 然后往里面打入四个鸡蛋 打好之后盖上盖子 你们像平时做饭一样按煮饭键焖熟就可以了 我这里选的是精华饭 好了,已经熟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哇,闻着真的是太香了 然后把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 看一下,这个米饭非常的好 粒粒分明,看着就很有食欲 给它装到一个碗里倒扣出来 再撒上一点葱花 非常好吃的五花肉焖饭就做好了 有蛋,有菜,又有肉 非常的营养又解馋 吃完饭再喝点汤就更合适了 这个锅电饭堡和压力锅合而为一 放入另一个做菜内袋 就智能识别为压力锅模式 就可以煲汤炖肉了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美食就关注一下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